你 因为你想与其让 华商到我们家去呢 那还不如我直接就 我先跟苏然说了呢 苏然 我 我接还是不接 不接 不接 妈刚刚打电话来 她说她昨天晚上给你 打了好几个电话 你都没接 你说今天要带她去体检 是吧 你什么时候来接她呀 喂 苏然 我何剑 那个 明奇在我这呢 何剑 她怎么在你那 她昨天喝多了 打电话给我 让我接她回家 所以我就把她送到我这 她喝多了 对啊 要不我叫她起来 跟你说 讲电话 不用 不用 你让她睡会儿吧 你跟她说 我送妈去医院了 好吧 行 她醒了我告诉她 麻烦你了 让你也没睡好觉 没事 好 那挂了啊 多多 百万请床 吃早饭了 你当然得跟她解释 这不是在争取时间吗 咱俩再来办吧 你不知道我 我现在完全就想到我脑子 像断片那一样你知道吗 一点记忆都没有 你酒量也不至于这么差 我现在完全就想到我脑子 你变成下药了吧你 真的 我从来没有 就失去记忆了 从来没有过 走啊 走 赵明奇 别动 别动 你现在涉嫌一起强奸案 请你到派出所配合调查 来 放着 等一下 等一下 那个先生他穿上衣服吗 快点 谢谢 那他一起带走 是那个 那个 他 他 我是他朋友 对 他是我叫了的朋友 协助调查 走 你们俩留下 阿贝 电厂 快点 快点 来 妈 来 快点啊 我就不送你了啊 赶紧过去啊 好 妈妈再见 好 再见 喂 妈 明奇今天有事 我送你去医院体检吧 你收拾一下啊 马上就来 嗯 早晨谁报的警 是我们 谁谁倒是人 是他 跟我走吧 去吧 别怕莎莎 要相信警察同志 不是告诉他们 好 我在这儿等你 去吧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真的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 我现在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脑子 突然就全是空白的 那你身上的伤子没事 自己拿的 我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我当时抓他 我拼命地推他我 求他我说你别这样 我们两个都已经分手了 可是他不听 他打我 他掐着我脖子 他撕我衣服 他说 他说如果我要是 再跟他提分饶 他就杀了我 我当时麻烦了 我根本没办法办考 别拿喝酒装饰衣 当借口 这样的借口我们听多了 不记得 不能证明你没干过 我们可以给你时间 让你慢慢回忆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的侦查手段很先进 就算犯罪嫌疑人 领口供 我们有很多方法 回应实施真相 师傻 做完笔录了吗 是的 我们现在带他 去医院做检查 他身上的衣物 将作为重物进行检验 你帮他拿一套 替换的衣服吧 好 没问题 没事 去吧 能不能给他这签子 你民上试试 看一下 跟你说的情况是不是一样 对 在这签名 按手印 你在大陆的居留欠除 还在有效期内 必要是我们有可能 会联系你的单位 核实你的身份 好的 好了 你可以走了 警察先生 我朋友他绝对不可能 做出抢奸这样的事情 请你们务必要查清楚 好吗 有句话说 知人知面不知心 事实什么样 现在谁也无法定论 不过你放心 我们是讲证据的 来 走吧 谢谢你 我跟你说呀 这人老了就是没用 你说不就经常 今天早晨空腹 抽了点血吗 你说我现在怎么觉得 晕晕乎乎的呀 是不是啊 那我那个 我给你弄点早餐 我现在叫我的那个 小年轻人帮你弄一点 你吃点早餐可能会好一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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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成啊啊 你那个到那个食堂帮我看看还有没有早餐 好 我婆婆那个还没吃早饭她抽了血 啊 赶快给我送来啊 嗯 哎呀 哎呀 哎呀我觉得你现在不是很忙吗 哎呦 看你今天上午不就没事了吗 谁说的我怎么没事我每天都忙死呢 其实啊这个时间是可以合理安排的 我觉得你不要把什么事都推到明琦的身上 他一个人也不容易 行行 再说你现在是科室的领导了是吧 不要大事小事都自己一个人干 全一个人干的还不得累死啊 喂 啊 我是 什么 公安局 他是我丈夫 怎么了 素人 素人 啊 你等一下 等一下 你别 别 别接这种电话 骗子 啊 你不知道我们电视里都说了 就全是这种人 这冒充什么公安局 法院哪 骗人钱哪 你别理 你给我 喂 哎 我说你们年纪轻轻 你们干什么呀 你们骗人这钱 你们 你们